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罗峰露出一丝喜色 他没有丝毫惊惧 有的只是激动欢喜 威能越强越好 越强才代表着宝物越加可怕 罗峰可不担心自己得不到宝物 我由雪云殿星辰塔在身 雪云殿来顶级飞行宫殿列之宝 威能极强 最擅长的就是物质防御 就算宇宙最强者全力以计毒法破坏雪云殿 罗峰按道 即使是至强之宝富三开的威能 也不至于轻易延迷一件顶级飞行宫殿之宝 这是常识 顶级飞行宫殿列之宝 仗之足以纵横与珠海 只是罗峰并不知晓 在他之前 神眼租家喻之主曾经闯入过 而且是躲在一件顶级宫殿之宝中飞行闯入 结局却是很悲惨 雪云殿星辰塔 特别是至强之宝星辰塔 罗峰按道 按照老师说的 三大绝地任何一处 都无法令至强之宝损毁 不过进入前 得探查清楚里面情况 我就不信 那撕裂我的刀刃光芒是无处不在的 罗峰按想 之前磨砂族分身陨落两次 根本没有看清里面相信情况 只知道 那耀眼的刀刃般光芒杀了他 刷了一下 磨砂族分身再度闯入 同样是一瞬间 便被浩浩荡荡的无尽刀刃光芒扫荡而过 直接灭杀 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 尝试百次 我就不信 每次都陨落 罗峰不会轻易冒险 毕竟星辰塔虽然安全 可只是代表星辰塔 可以抵挡一切物质攻击 可若是星辰塔陷入在某个绝境中 无法逃脱 那在人类族群给予的资料中 是有不少这样的危险之地记载的 让磨砂族分身一次次去送死 来搜集更多资料 也是为了安全考虑 至于磨砂族分身 即使陨落一百次 损耗的神力 地球人本尊和金角巨兽分身 也仅仅需要片刻即刻恢复 刷刷刷 一次一次疯狂隐落 每次都是被那浩荡的 密度极高的无尽刀刃 风暴扫过 瞬间严密 第39次 磨砂族分身再度闯入 磨砂族分身惊喜看到 那无尽的巨大刀刃般的耀眼光芒 聚集成风暴 自己前后左右都有无穷无尽风暴 可却没有一个暂时碰到自己 领磨砂族分身 立即扫向一切 迅速观察一切 不足百万分之一秒 可以罗锋意识运转速度之快 已然看清场景 这是一无比广袤空间 黑漆漆的空间中 有着无数滚动的混沌粒子流 而耀眼的无尽刀刃般的 无尽风暴 却是席卷一切 范围之广 只是目光一扫 便以光年纪 在这无尽空间中 最耀眼的便是远处那巨大的 完全令罗锋目瞪口呆的羽翼 高好似无穷无尽 比太阳都要耀眼 多目亿万倍的羽翼 良善羽翼翅膀无穷大 那耀眼多目的白色羽翼光芒 所复散开的威亚 那股高高在上的 绝对恐怖的威亚 令罗锋一瞬间 意识都陷入停滞 紧跟着轰的一下 磨杀族分身 就已经被无尽刀刃风暴 给细卷绞杀 幽身曲折洞穴深处 第一层光幕外 罗锋愣愣站那里 脑海中满是那 震撼灵魂的一幕 无穷无尽的一对羽翼 比太阳都要耀眼 多目亿万倍 感觉就是一对 无比巨大光翼 那种绝对的高高在上 甚至让罗锋 都有一种臣服感 羽翼 一件羽翼 这神秘之地 竟然就是一件羽翼 罗锋懵了 难道那个可怕到极致的羽翼 会使我失误羽翼不见吗 可能吗 这 开什么玩笑啊 罗锋见过的质宝有很多 至强质宝也见过 自己更是拥有一件 至强质宝星辰塔 星辰塔威能极大 单单吞噬能量形成的九旋星云 便强成那样 至于星辰塔真正的威能 其实罗锋也不清楚 毕竟星辰塔 只是一直很安静地呆在 欲外星空中 只知道 曾经三大巅峰族群为之厮杀 不少宇宙最强者 想要夺 却都失败了 那耀眼到极致 巨大的极致的光翼 一定是至强之宝 一定是 强成这样 不是至强之宝才是怪事 而且看样子 看那无比疯狂刀刃风暴 这应该属于攻击性至强之宝 罗锋激动澎湃 怕是宇宙中任何一个超级强者 能够看到一件至强之宝 都会激动吧 紧跟着 罗锋心中涌起了无尽疑惑 不由皱起眉头 很怪 那无比巨大的耀眼光翼 虽然自己的后果 无尽风暴模糊看到 可也能够判断 应该没有主人 可他却没有主动飞过来 自己身上的失物羽翼 却要飞过去 是不见吗 罗锋暗自嘀咕 我这两对羽翼加起来 也就顶级至宝层次 那一对羽翼 便强成那样 而且制强制宝的一个部件 怎么会强到那般地步 那高无穷无尽的光翼 单单地散发的微压 便令自己宇宙之主机的意识 瞬间停止 也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 难道说 我身上的两个羽翼 和那一对光翼的关系 举如同是塔珠 阵风星辰和星辰塔的关系 罗锋暗自猜测 我这仅仅是那 光翼其中的两个微小部件吧 正当罗锋思索时 忽然 轰了一下 整个幽深洞穴 忽然被污尽的 冰白色沙粒给充满了 无数的沙粒流动 充斥每一处 甚至轻易穿透那厚实岩石 扫荡任何一处 同时 那些沙还也扫荡过光云 光目微微荡漾 仿佛周围失控 已然扭曲 任凭探查 都无法发现其中奥秘 领域类之宝 冰沙海 罗锋大吃一惊 冰沙海 乃是安永之主的领域类之宝 自己当初救碎石之主时 就曾经领教过 人类银河领主罗锋 一道声音 直接透过那无尽沙海 在罗锋耳边响起 哗的一下 周围空间不动 瞬间凝结 空间封锁 他竟然在这里 怎么这么巧啊 罗锋心中暗骂 那一对光亦毫无疑问 是至强之宝 无比珍贵 未能逆天 而且和自己的事物 与医关系不一般 磨砂族分身 虽只是简略扫了一眼 却能判断在攻击方面 极擅长 自己若是有星辰塔 羽翼 两大至强之宝 那可真是逆天了 至强之宝何等珍贵 想弄到手怕是不容易 罗锋暗自低谷 星辰塔当年便是令 诸多宇宙最强者无奈 放在眼前 他们也没办法 即使坐山可留给自己 自己也都是耗费了好大力气 经历生死劫难 才真正得到 这光一派也差不多 可现在永安之主忽然出现 不能让他发现洞穴奥秘 神眼族 势力滔天 乃是一超级势力 比我人类资讯强太多了 一旦让他知晓通知给神眼族 这光有就弄不到了 罗锋脑海中瞬间掠过诸多念头 紧跟着便做出决定 当即化嘴倒流光 迅速朝外飞去 安勇之主站在一座水域深处的山峰之巅 遥遥看着远处洞口 他脸上也有着难得的兴奋 这些年了他一直在 第1932、93号参照系区域 来慢慢寻找 无比细心寻找 不过这种一处处洞穴 山谷山腹 水生植物丛中 等一处处慢慢探寻 实在太慢了 一般每寻找一段时间 觉得无聊 他都会透过领域类之宝 在周围一片上百光年区域扫荡一遍 细致探索 简略探索相结合 偶尔这种超大范围扫荡 或许就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没想到 这次属于无聊之后 随意的扫荡探索 竟然令他发现了 那原始宇宙人类罗锋 其实这些年 他这种大范围扫荡探索 也碰到过路过的 两名异族宇宙之主 罗锋是第三位被扫荡出来的 竟然让我发现这人类罗锋 真是运气啊 对 他实力弱 不敢进内域 估计就是在这外域水域中探寻 竟然来到我这 第一九三二九三参照系区域 就不能怪我了 安勇之主对罗锋是有着 十足高高在上赶 因为在他眼里 罗锋仅仅一个 刚进入宇宙之主 实力勉强拍在第二阶 也就逃命枪一下而已 他的领域挺厉害的 一对一怕杀不了他呀 安勇之主背后光圈中的 多眼虚影都显得有些猙獰 宇宙海 神医眼租共有七大小型宇宙 其中第七真主的小型宇宙内 伪杰助原始宇宙的人类罗锋 现在正在第193293参照系 329491 100939点区域 那罗锋在领域掌控方面极强 有巅峰领域类质宝的来帮忙 质宝平分 谁能最快赶到啊 安勇之主的化身站在一面镜子前 镜子上接连浮现头像 安勇 你运气真好啊 原始宇宙人类新近宇宙之主罗锋 早已传开了 有一掌控时空特殊质宝 很是难缠的 的确得有巅峰领域类质宝才有可能啊 安勇 我需要近四十分钟才能赶到 安勇 我也在清风界 不过从内宇出来得数天时间呢 可惜我在宇宙周这边 我顺移赶过去 也需要约两小时 只见镜子上一个个头像 浮现 接连说话 后来最快一个能赶到的 也需要近四十分钟 金山之主 请速速赶来 我会以最快速度赶来的 那原始宇宙人类罗锋 就要靠你先牵制住了 好 金山 安勇 宇宙你俩成功啊 可别反被那人类族群强者 给打了逃回来呀 人类族群肯定会保护那人类罗锋的 你们动作稍微慢一点 那原始宇宙人类强者 可能就到了 特别是那混沌城主 可很不好惹呀 清风见内雨 狂风呼啸 无数砂石一百倍光速飞着 这些砂石中偶尔有一些透明砂石 当他们呼啸飞过时 宇宙空间都是翘无声息 出现一道道裂缝 当当当 一座通体金色飞船至宝 呼啸飞过 却被一些砂石撞击得不断震动着 却艰难穿途而过 飞船内 一名通体金色铠甲人形生物 全身散发着萌萌白光 脑后有着光圈 光圈内有着独眼虚影 人类罗锋 能掌控时空的至宝 神眼族强者轻声念叨 当金掺之主和安勇之主的化身 彼此约定时 在清风界水域第193293参照系区域深处 罗锋和安勇之主已然见面 罗锋飞出洞穴 悬停水域中央 不远处山峰之巅 安勇之主则是 站立俯瞰罗锋 轰底下 金色火焰扫荡一切 一切无数杀力 进击敲散 在金色国度辅助下 火焰沙杯驱动形成的无尽火焰 进阶笼罩周围数光年范围 罗锋更是站在无尽火焰中央 肆意展开 遥遥对着安勇之主 安勇之主 真是哪都能看到你 罗锋低吼道 安勇之主哈哈笑着 我可没有刻意找你 我在这参照系水域探寻很久了 是你自己探寻宝物来到这里 这活路不走 你走死路 又能怪得了谁啊 死路 罗锋吃笑 生命有限 永恒难求 安勇之主看着罗锋 杀路才是唯一的道路 安勇之主并不着急动手 他在故意拖延时间 因为一对一意 他有失足把握击败罗锋 可是要击杀罗锋 却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罗锋嘴上应付 心中则是警惕起来 他在这参照系区域探寻需求 罗锋顿时升起戒心 为何探寻需求 难道他得到什么讯息了 那一对光益 微能无尽 罗锋就怕中途出现什么波折 必须将一切意外因素降到最底 嗯 看起来他似乎还不知晓 只是忙碌在这一处处探寻 整个水域底部 紧接都是 无尽天体山石 那天体山石上 有着无数洞穴 峡谷山峰等等 这么探寻下去 怕是上万纪元 都不太可能找到我那洞穴 罗锋案子点头 之前 自己从那洞穴中出来 看样子暗勇之主并无怀疑 其实不怀疑是很正常的 因为水域中的洞穴不计其数 在水域寻找宝藏 很多都是在钻各种洞穴 暗勇之主发现罗锋使 罗锋在洞穴 暗勇之主只当是罗锋在寻宝 并没有意识到 那和无数洞穴看似一样的洞穴 有什么特殊 杀戮是唯一道路 罗锋咧嘴宁笑 谁杀谁怕还难说呢 轰了一下 罗锋手持绝克战刀 瞬间化作一道流光 直接冲向了暗勇之主 竟然敢和我交战 暗勇之主对罗锋没有立即逃跑 感到很惊讶 眼眸中满是杀意 小家伙 无尽岁月 我杀的强者 怕是比你见过的强者还要多 跟我斗 陨落吧 他手掌中的权杖 顿势无比耀眼 权杖一个直刺 一瞬间空间中出现雷道直线流光 唯有一个字 快 当的一下 七枚金色刀光一闪 劈在权杖头上 强大的威能冲击 令罗锋整个袍飞开去 好快呀 快得我只是勉强挡住 难怪碎尸之主都来不及抵挡了 唯能不小啊 安勇之主看眼罗锋 夸赞道 你的刀不错 可惜神力唯能似乎弱了一些 刀法怕也仅仅只是究极密法 一边夸赞着 他速度确实快得可怕 几乎紧跟着抛飞的罗锋 又追上来 罗锋只感觉全身震产 强大 自己有失误与异议 火焰沙杯双重压制来辅助自己刀法 依旧处于绝对的下风 怕是得施展我为宇宙来辅助 才能和太平眼 罗锋按道 安勇之主步伐缓慢 一步却已穿过冲冲火焰阻碍 来到罗锋的身旁 手中巨大权杖 瞬间挥舞起来 就仿佛是整个宇宙空间微能 都聚集于拳杖杖头上 直接狠狠朝罗锋咋去 这一杂绝对的重 之前一招是快 这招是重 吃得一下 闪电般耀眼一次忽然亮起 混蛋 安勇之主立即尖力咆哮一声 欲要挥舞手中拳杖改变方向 然而这偷了偷袭 实在太快了 扑得一下 无比耀眼长缩尖端 直接刺在安勇之主 竭力抵挡的左手掌心上 死吧 低沉怒吼声响起 一道红色身影隐约在远处出现 尾巴微微扫道 手持巨大长缩 正是血晕电竹 轰隆 星辰塔化为的长缩 这一件至强之宝第二层微能引发 在没有任何兵器格挡情况下 刺在安勇之主身上 安勇之主顿时嚎叫一声 全身萌得震颤 只感觉到他的神体气息 瞬间便急速衰弱下去 我为宇宙 罗峰也同样施展出最强秘法 听众朋友 本集播放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